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薛月山倒是也给他面子没在深究 不过他也没打算就这样拉倒 他指张勇就说道 孙队长 这个人无事生肥 欺骗警察 诬陷好人 你们对他可绝不能姑且 我明天就会请公司的法律顾问去公安局 正是撞告张勇诬陷我 也希望你们到时候秉公执法 还我一个清白 张勇在一旁听的一清二楚都会下堆了 一帮警察离开的时候跟来的时候截然相反 一个个垂头丧气脸上无光 郭荣荣还有些愤愤不平 把怒火都撒到柳飞的身上 你怎么能帮着嫌疑人说话呢 现在好了 他倒打一耙 让我们这么被动 刘飞面无表情 淡然说道 我是一个法医 我只遵照事实说话 可咱们是一伙的呀 你还能胳膊中往外拐 吊炮往里揍啊 如果咱们配合默契 再坚持一下 说不定 没机会的 丁谦说 如果薛月山真有嫌疑 柳飞也不可能退缩 我们还是一开始来得太匆忙 考虑不周 你也在指责我 我告诉你 薛月山这个老家伙肯定有问题 没有空穴来风这种事情 好端端 为什么张勇会跳出来指正他呀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你觉得这是诬陷吗 那有这样的诬陷呢 丁谦瞧了一眼 郭荣荣就说 别的先不说 我就有点好奇 张勇为什么 只向你一个人举报薛月山 你跟他又不熟 常理来说 他应该是去刑警队报案才对呀 孙剑舟 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 趁机插话 对呀 小郭尽管就跟我说 他查到了薛月山 公司里的一个重要线索 说有个人愿意举报薛月山 具体什么情况 他也不说 我根本不知道 我以为他很有把握 也没往下追问 这一下郭荣荣 从来重视之地了 无数双批判的眼睛 都集中在他的小脑袋上 郭荣荣本想立个大功 这下倒好 光屁股推磨 转圈丢人 丁谦察言观色 跟着老狐狸似的就说 我说 上午的时候 艾志强不是找你约会吗 难不成他约会是假 其实是趁机向你透露这个消息 郭荣荣恨不得捏死他 就让嘴巴直运气呢 看他这副表情 丁谦就猜对了 丁谦又问道 那么这个张勇和戴志强 又是什么关系 戴志强怎么会跟薛月山公司的人 有瓜葛呢 他们 郭荣荣索性实话实说了 这么说吧 张勇是带着墙 安插在薛月山公司里的卧底 他的任务就是监视薛月山 所以上周他加班的时候 发现薛月山 行迹可疑地跑到试验基地里 他就起了疑心了 跟着他 想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和张勇接触过 我觉得他的话 还是比较可靠的 刚才你也在场 你看他说话的样子 像在撒谎吗 你不是会测谎数吗 那是两码事 丁谦说 测谎数这东西啊 也不是随便乱用的 有的人从小就擅长撒谎 他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微表情 我也未必能看出来 要不然 还有你们警察干什么呀 直接让心理医生去审犯人得了 这件事情啊 你最大的疏忽 就是太过相信戴志强这个人 你对他了解吗 他 你可别忘了 他首先是薛月山的竞争对手 这家伙十分的阴险狡诈 居然能想到 在薛月山的公司里安插卧底 他就准备好了 在关键时刻捅薛月山一刀子 你是说 这件事情从头至尾 都是戴志强的阴谋 郭荣荣有点难以相信 可是他这么做也稍冒风险的吧 凭空找一个人编一通瞎话 也太不严谨了 很容易就能被拆穿呢 看似容易 你不还是相信他了 就算我相信又怎么样啊 郭荣荣小脑瓜超负荷运转 极力为自己辩解 如果戴志强真要算计薛月山 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套给做得好一点呢 让张勇弄几本死人花 哪怕只是弄一点人血洒在上面呢 再编出这个故事 也更有说服力啊 孙剑舟插嘴说 戴志强要是真凶 他这么做就很容易 但假如他不是呢 只是薛月山的竞争对手 只想趁机击垮他 那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弄来被害人的血 搞不好还会弄敲成桌呀 怎么会呢 我们又不知道凶手杀了几个人 只要发现一点血迹 即便不是被害人的血 我们肯定也会调查一番呢 到时候薛月山的公司 就得暂时停业 戴志强就达到目的了 如果他真想陷害薛月山 我觉得他肯定会这么做 除非他真是发现了什么 丁前接过话说 那案发现场 为什么没有发现任何的痕迹呢 我猜是薛月山 发现张勇跟踪他 张勇离开之后 他反回来 把花盆转移了 还清理了血迹 你有依据吗 哇 郭荣荣当然是没有的 而且 你光想了其一 没想其二 你怎么就确定 戴志强没有让张勇 在案发现场 撒下血迹呢 也许早已经被薛月山发现 把现场清理干净了 甘心照你这么说 这件事孰是孰非 还说不清了 本来就说不清 没有有用的证据 只是在假设来假设去 那就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不走 留在那查下去 也是没有结果的 薛月山和戴志强 这两个人 要么有一个是凶手 要么只有两个 商业竞争对手 跟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你对这两个人 都没摸清楚情况之下 听从戴志强的怂恿 就搜查薛月山 实在是太冒失了 人没抓住 差点被薛月山反咬一口 事到如今 郭荣荣也只好认栽了 这时候躲在一边的张勇 哭丧着脸走了过来 就问道 那我该怎么办呢 郭警官 薛月山不会真的要告我吧 郭荣荣一看他就更来气了 照屁股给了他一脚 你爱咋办咋办 先滚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 带总 你说薛月山那个老头子 现在是不是已经完蛋了 只穿了一件情趣内衣的小薇薇 像只慵懒的波斯猫 蜷缩在戴志强的怀里 娇滴滴地问着戴志强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